HELLO,大家好,我是Lovi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DSE在西市方面 卷一的DBQ,有什么提醒的地方 今年都会沿用旧制 旧制就是DBQ在这几年里出4题 大家只需要回答3题 而时间方面,以往是2个小时 现在是35分钟回答1题 所以西市方面第一要掌握的就是时间分配 普遍他设题的方式 之前都曾经说过会转制,结果是没有的 就是分ABC三题 大约的分数跟过往的比例就是3,4,8 4,3,8 最后的部分一定是8分 时间掌握得好是西市做得好的关键 大体上这里就会用15分钟去做 而后面就会用20分钟去做 这个就是大家的时间分配 好,在DBQ那里占70% 我们可以认定它为夺星关键 怎样说呢?因为我们买卷回来 譬如学生在2023年的DBQ 和Paper2 可能Paper2变得没那么优秀 但因为Paper1变得非常好 占7成的关系 买回来的卷大致上73% 就可以拿到5成的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最后的Cutoff 算是低的,行吧? 当然是因为它的比分上是比较紧的 而且比分上是没有一定的固定答案 所以分数的Cutoff都是较低 留意 我们现在要部署的就是它的答题字眼 提问字眼方面 要留意清楚 其实它在每年的DBQ 它有些叫例牌的字眼 我们要认识的 我现在提出几组 第一组大家都认识的 应该就是态度 和看法 态度和看法 每年都一定出的 什么态度呢? 态度就是那个人对于事物的正面 或者是负面的看法 但是它会用态度去出的 OK? 而看法呢 和态度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看法是对于事件的事物 或者对历史事件 一个特定的态度 我形容它和态度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可能只是大家需要 迎合它的问法 譬如态度我回答正面负面 看法 我回答一句说话 所以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是一句说话 譬如 黑鲁晓夫对毛泽东是不满的态度 但是同时 黑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看法是什么? 他觉得他是民族主义狂徒 民族主义狂徒和态度 是不是如出一次呢? 没错,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意思 所以这一组字大家要留意 平均每年都会各出一题 即是说 它最低的消费是佔四分 是不是? 最低消费佔四分 就是出一个 是不是? 其实错了 它最低消费应该是六分 因为23加36分 最高两个都出了八分 那就佔八分 所以 这一组字 大家必须要懂 第二组字是什么? 第二组字是什么? 无端端反迫归真 出了一番 以前会考的字眼 叫做 usefulness 和limitation 用处和局限 用处和局限的意思 这次呢? 其实就是看资料的针对性 是不是? 好 要看的就是看它的写片 这个就多数放在C part那会出的 对吧? 佔多少分呢? limitation 和usual 一出就佔八分了 对付这组字眼 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用处就是针对的主题 譬如那条题目就是 冷战的特征来说 资料A和资料B 有什么用处和局限 譬如资料A就是说冷战的军备竞赛 资料B就是说铁碟活动 那局限就是资料没有讲到的东西 资料没有讲到的东西 那就是经济对立 你可以写经济对立 你可以写 写军事组织对立 你可以写地区中的regional crisis 但是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要针对着主题去写 譬如针对着冷战的特征主题去写 你不可以写了什么 你不可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征 直接对战、直接开战 这些不行了 所以用处和局限制 用处就是资料 局限制就我所知 但是要针对着同一个film 对不对 那题目里面多数会说明 就是 就反映什么什么而言 有什么用处和局限 这两组字已经杀了你们16分 读学对吧 所以 这里 这两组一定有1 好 还有哪几组啊 Rory 还有几组的 还有一组字 就是一个动词 叫Infer Infer就是推论 另一组字 就叫Identify 就是指出 指出和推论有什么分别呢 同学 推论呢 我可以形容为多数是需要大家在资料里面归纳出来的 是没有直接抄 就叫推论 可以吗 指出呢 是可以抄出来的 可以吗 有一年试过问 就是克里曼梳 我们在资料里面要推论出他对德国的原则是什么 principle 原则就是 严重德国 指出就是 指出 指出 比如说指出 这个漫画里面有什么特征 或者指出 赫鲁卫夫的政策有什么特征 所以指出有机会直接找到 推论是间接找到 不过 有时 推论和指出都可以在资料里面直接找到 留意这两组字牙 OK 本质上好像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 如果在看某几年的题目方面 推论是多数要来估计的 没有那么直接 而指出是直接一点 可以吗 好 这里 两个都出了 最少都玩到你六分 六至八分这个水平 可以吗 好 接着第四 第四组 第四组 大家有没有见过呢 常见的 常见的 有没有留意 past paper OK 第一个叫做特征 特征 和本质 譬如这里的特质 或者特征 就是说它可以是features 可以是characteristic 行吗 接着 nature 它可以是本质 它可以是本质 很多同学搞不明白什么是本质 什么是特征 这个都可以杀到你 是六至八分题 所以大家 要留意了 特质和特征的意思 就是它是外向一点的 对吧 譬如冷战的特征是地区冲突 本质是意识形态斗争 或者是国家利益斗争 看不到的 看不到就是本质 看得到的就是特质 可以吗 多数就叫做推论本质 推论特征或者是子春特征 是特征的 OK 留意这两组字眼 有个很明显的区别 我可以形容 特征是看得到的 本质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去找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了 如果它是特征 即是说可能资料里面 都可以直接被抄 相反 本质就没有了 好 先计一计数 如果就这样看的话 这里起码占20多分 所以 提问字眼是必须要弄得清楚 好 再进阶点跟大家讲 态度看法 考评我边 未必是直接出这组字的 他曾经出的那组字 就叫做主要讯息 主要讯息 其实跟看法 跟态度 是不是很相似的呢 我回答你 是非常相似的 同学 所谓主要讯息的意思 其实就是看法 不过 因为漫画可能 有两个资讯 所以令到考评我混淆 有点及指 考评局就要出主要讯息 因为以前有学生 比如他问 看法的时候 很多学生回答了两个看法 答两个看法 他就觉得你是混淆事听 甚至是想大包围地回答 考评局封杀了 于是 在大约18年开始 出一条叫做《臭香港》 出了一条题目 就叫做《主要讯息》 不想学生可以直接答什么答案都可以 是要答一个比例最大 或者佔比重最高的答案 因为在漫画里面 他表达的讯息可以有两至三个 但是主要讯息就只有一个 即是限制了答案的方向 可以吗? 好了 可以做DBQ 时间讲完 上件提问时间讲完 再讲就是分段 大体上 我认为分段的方式 并不需要那么复杂 分段的方式 如果大体上留意的 就是先用了资料来分段 然后再答 再用就我所知来分段 那就会容易 拿到四分和四分 最后就要决定这条题目 有没有比较 那同学 就会问 sir 很多比较啊 搞不定啊 喂 你觉得很多比较而已 其实归纳出来 可能只有几种比较方式 第一种比较呢 就叫原因比较 第一种比较呢 就叫原因比较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日本战略发展的原因 这些是原因比较 大家要预备的 就是原因比较 哪个还要升高点 哪个还要升低点 而比较要涉及到 有AB两组因素 你一定要强化A 和弱化B 不能够只做其一 只做其一的话 比较就是不完整 不完整的 就会有被扣分的 就会被扣分的选择 可以吗 所以你要弄清楚 是哪个重要性高点 A重要性高点 B重要性高点 A为什么比较高 B为什么不重要 这里都需要大家 去做这个 比较一下 同学可以吗 好 接着再来 这里 原因比较 第二个比较是什么呢 同学 第二个比较呢 我们要懂的就是 成效比较 在中国市比较多 在中国市比较多 就是问你哪个有效点 A有效点 A有效点 B有效点 OK 那你就要比较 就从时间性去比较 可以吗 时间性 哪个比较好点 哪个成效高点 就看哪个时间长点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接着 第三种就是前后比较 就是之前是怎样 之后是怎样 可以吗 之前是怎样 之后是怎样的 同学 譬如之前 他会出一个字眼的 香港市经常见到的 叫做改善 譬如之前香港的施政能力很低 譬如教育水平很低 人民又不懂字 等等 但是经过教育政策之后 整个香港是转变了 所以到90年 香港教育水平普遍提升 所以是一个前后比较 这三种常见的比较 踏DBQ 就可以解决了大部分问题 可以吗 和我时间不多 如果大家是执着于 在背市实方面 我建议都不好了 由今天开始 拿回Path paper 出去做 试试 从DB Google 入手 可能你会觉得整个西市 就不是那么难的事 可以吗 好的 用心的加油 如果任何查询的话 可以问回俊尼学校 行吗 好